明镜欢做完了固定的任务后 发现小儿子在发呆 笑着放下水壶 走到台阶前坐在小兰湛身边 轻轻地刮了下小兰湛的鼻子 笑道 阿湛在想什么呢 能告诉阿娘吗 小兰湛萌萌地点头 我刚才在想 阿娘为什么总是一直在待这里 从不出去呢 眼角余光扫过院外的一道修长身影 每天准时准点 出现在外面偷看阿娘 阿爹 你怎么这么胆小 明镜欢微笑地脸僵了一下 若无其事道 阿湛怎么突然想到这个问题了 有谁跟你说什么了吗 小兰湛天真道 阿英和聂旭说的呀 女孩子们都喜欢逛街买东西的 一逛就是一天呢 可痛苦了 可阿湛从来没见过阿娘逛街买东西呀 哈哈哈哈 明镜欢乐得不行 你的朋友们是这么跟你说的吗 小兰湛点点头 阿湛 他们说的也没错 只是阿娘做错了事 不愿意出去而已 小兰湛满脸困惑 不解到 阿娘做错什么了 不要怕 阿湛会帮你的 明镜欢摸着小兰湛的脸 笑了一下 惆怅到 错在 有缘无分 阿娘 阿湛听不懂 有缘无分的意思就是 在错的时间 遇到了对的人和事 小兰湛又问 阿湛可以带你你偷偷地出去呀 别人发现不了的 阿湛真怪 会体贴阿娘了 阿湛 你知道什么叫落旗无悔 好像是做了事情 就不能反悔 明镜欢将小兰湛揽在怀里 赞许道 阿湛说得很对 就像泼出去的水 就不能收回来一样 就像阿娘当初查到了真相 不能就此心软 院外的人一个亮呛 抓着旁边的树稳住身形 小兰湛抬头道 真相 是阿娘一直在找的一个事实 哦 哦什么哦 赶紧接着问啊 蓝白身影微微发抖 看着很是着急的样子 可小兰湛也没再问下去 故自打了个喝歉 明镜欢温柔道 阿湛困了 那阿娘带你到房里去睡会儿 可好 好 院外的身影 眼睁睁地看着母子进屋关门 气得踩了几下脚 只得匆匆离去 蓝之意照常来到龙胆小住外 在树后静静地看着妻儿的嬉闹场面 可小儿子突如其来地问话 让他倍感难过 他又何尝不知囚禁 这种方法是个下策呢 只是没有万全之法 既能给蓝家一个交代 又能护主他性命无忧 有缘无分 错的时间遇到对的人 蓝之意心中微痛 眼底水光泛起 花儿 这就是你对我们这段感情的看法吗 当时的你是否宁肯站着死 也绝不苟着生 用囚禁这样的方式来保护你 是不是做错了 蓝之意咬紧牙关 不敢细想 什么叫查到了真相 不能就此心软 花儿之所以要杀师傅 是因为他口中的真相 不能就此心软 意思是因为那个残酷的真相 不能因为我的关系 放下仇恨 花儿 你 到底是谁 除了散修这个身份 其他的 我竟一无所知 蓝之意好似 承受不住这惊天消息 一个亮腔 及时伸手抓住一旁的树干 花儿不说 可以从师傅的经历查起 总能查到些蛛丝马迹 可我 这些年都干了些什么 白白荒废了近九年的光阴 我 我 蓝之意无法想象 因为自己的短见 本该早早解决的事 硬生生拖到现在 都未能妥善解决 要不是因为小儿子的奇遇 花儿现在还要忍受母子分离之苦 蓝之意想多听听明镜欢的想法 可小儿子没有听到他的期盼 居然打起了喝歉 花儿也不再提起当年的事 他这心被提起 上不上下不下 搞得他机遇心梗 蓝之意很清楚 如今的局面已经僵持 唯有转机 方可破解 方才意外听到的消息 或许就是他们的转机 眼看着妻儿进屋 蓝之意恋恋不舍地转身 急匆匆去寻蓝启人帮忙 你说什么 蓝启人被破门而入的兄长 吓了一大跳 蓝之意面容愁苦 思绪纷繁 诗神道 欢而杀师父是有缘由的 既然他不说 那我们就往师父去过的地方查 从他去世前开始查起 蓝启人大惊失色 声音失去了以往的水准 师声道 兄长 你知道说这话意味着什么吗 知道 意味着我将师父列入怀疑名单上 怀疑师父或许不无辜 蓝之意一脸凝重 道出了蓝启人未说的话 蓝启人忍不住劝道 一旦你的猜测是错误的 将来东窗事发 其他长老是不会放过你的 万一是对的呢 难道我们就要默认 真相就此掩埋 永不见天日 我们不去找真相 你觉得凭阿湛的性格 他会不去找吗 蓝之意不愿放弃 阿湛的性子向来执着 比自己这个父亲好多了 启人 你觉得现在查出真相 去改正错误丢脸 还是将来阿湛查明真相 当众证明清白丢脸 蓝启人哑口无言 只得捏着鼻子认可了这计划 派出一对门生 整理出一份蓝之意恩师 去过的时间地点名单 由蓝之意亲自带领这一对 悄悄地离开了蓝家 这一切都被小蓝湛看在眼里 他仗着身形小 跳上树枝 引在其间 无人能发现 蓝家人不会无故抬头 去看树林上方有什么 如此一来 可就方便小蓝湛居高临下 观察下边的动静 小蓝湛凭借绝佳的事例 看到蓝启人写的那份名单 回宿前 蓝忘机已是当时颇负盛名的秀氏 蓝家已无人能阻拦蓝忘机想做什么 所以他和魏无羡花费了好长时间 才查明母亲和父亲的恩师那段恩怨 既然名单上有当年出事的地点 小蓝湛也就不多做什么 无非是花的时间长了些 要跑好几个地方才能找到正确的地方而已 正好让父亲多吃点苦头 多跑几个地方全当锻炼身体了 对于小蓝湛的心理活动 蓝之意全然不知 否则定要好好地问上一句 人言否 可知无奈辱之父 比起小魏英鸡飞猫 跳得艰难克服味犬之路 小蓝湛设计引导父亲 察觉当年的隐情计划 小怀桑过得可谓是无比惬意 家里没什么闹心事 父母恩爱 兄弟和睦 要改变的命运 还有六年的时间 他不可能空口白牙 就说魏英能修正功法吧 回溯这事 自己和小伙伴知道就行 没必要让父母知道这残酷的前世 等兄弟开始修炼 展露天赋时 自己造个意外找他帮忙 然后再引动父亲和大哥重修功法 岂不完美 所以现在 小怀桑每天发愁的 只有怎么逃脱来自父亲和大哥爱的鞭策 呜呜 他真的不想练功啊 扎马步和跑圈实在是太累了 他这被狗啃的资质 根本就不适合练刀嘛 呜呜 为兄 救我 要 跑断 气了 被小奶狗追着跑的小卫英 兄弟 我也自身难保啊 呜呜 谁来带走这可怕的东西啊 聂云帆和聂明觉 一开始就了解过小儿子弟弟资质会很差 对此早有心理准备 既然天资不行 那就走其能捕捉这条路 每天勤快一点 多练几遍 长此以往 总能练好刀法 欲哭无泪的小怀桑 父亲啊 大哥啊 你们还是做梦会比较快一些 何时才能认清我不适合练刀这个事实啊 只可惜 他亲爱的父亲和大哥 并没有感受到他崩溃的诉求 每天兴致勃勃地带着他练功 两人还分工合作 灭老爹制定计划 同时用木头制作一柄小刀 小明觉负责给弟弟按摩 带他泡药浴 两人在小怀桑一左一右 带着他一起跑圈 扎马步和练刀法 阿旭 要起床了 快来跟我们一起跑步 弟弟 午睡时间已经结束了 快来跟我们一起扎马步吧 忙碌的小怀桑 悟悟